网络博弈 中国网络自由观察第一站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美国自由亚洲电台 又到了网络博弈的节目时间 我是主持人小安 我们的节目关注中国网络自由和网络审查情况 特别是那些在中国遭到封禁的网络和社媒上的文章和视频 听众朋友 最近一段时间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谴责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声音 在中国的社媒和网络上是敏感内容 很容易遭到封锁屏蔽 上个星期的网络博弈节目 您听到了来自乌克兰的独特的声音 生活在乌克兰南部城市奥德萨的北京人王基贤 和大家讲述了他的微博 微信和抖音等账号遭到中国封杀 被删除无法实用的情况 特别是战争爆发之后 他每天记录感想的手机视频 在中国社媒上遭到封禁 那么具体他在这些视频中都说了什么 今天的网络博弈节目就为您介绍 王基贤这些视频的内容和网友的评论 4月18号礼拜一 这会儿是晚上9点 其实这邻居睡得还真早啊 刚刚我看新闻同步的基辅那边也拉起警报了 王基贤现在在美国油管网上的粉丝超过11万 他的有关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视频系列 《急贤在乌克兰》包括了上百个视频 3月17号星期四 基辅时间 晚上10点半 我是基贤 我还在奥德萨 我还活着呢 战争就是关系到人的生和死 有油管网友给王基贤留言说 只要每天听到你还活着就放心了 王基贤今年37岁 据他介绍 他是去年年底刚从马其顿搬到了乌克兰 在乌克兰创业并从事电脑程序员的工作 3月17号 他发现自己所有的中国社媒账号都被注销删除之后 在美国油管视频中表示 为什么不让人们知道 你怕什么 全世界都知道了 就差两个国家的人还不知道这发生什么 你们为什么那么愿意把自己卷入这场俄乌战争 这又不是你的战争 我是这儿的居民 你不是 我现在很忙 这里现在还在打仗 我没有理你 不是因为我怕你了 你以为你施加的这些压力 我就害怕吗 你以为你那点破威胁恐吓就比导弹 比原子弹更让人恐惧吗 你是不是和普京一样 害怕人们知道了太多的真相以后 开始学悟 开始有自己的思维 开始有选择的不听你的谎言 有油管网友给王继贤留言说 感谢你用生命捍卫了中国爷们 那点血性和良知 真想加入你们 你们再为自由而战 墙内有正常思维的人 虽然貌似安全 其实活得更憋屈 王继贤在视频中 强烈谴责 把这场战争称为 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 或者是自卫战的说法 在战争开始第三天发的视频中 王继贤是这样说的 俄军 好 打自卫战 请教一下 哪个国家的自卫战 还是上人家首都打起来 我的观点 我不想说俄军如何 因为现在普京那哥们已经代表不了所有的俄国人了 我的同事里 俄国人 乌克兰人都有 俄国人没那么支持普京 你们比俄国人还支持普京 打了一场什么仗 还说我是不是美国人给我钱了 我明天都快死了 我带回那钱 老子今天捐钱了 给守军 那帮人捍卫我的生命呢 在第一次空集开始的三个小时之后 我买菜视频 那还没有开始第二锅空集呢 打第二锅空集 买完菜回来以后 所有的银行系统都关了 要你钱 你给我钱我拿不着 现在不在乎钱 我不管是哪国人 首先是个人 我尊重生命 人有权活着 有的网友对王基贤视频中提到的 你们比俄罗斯人还支持普京 感到心酸 还有的网友表示 我也一直很纳闷 为什么网上一边倒的支持普京 后来我想了想 墙内的网站不可尽信 毕竟发言空评 尤其是这种敏感话题 不能单独看 在3月18号的视频中 王基贤直言怒斥普京 是个贵子手 3月18号凌晨1点42 乌克兰奥德萨 今天的第一次空袭警报 来自那个诺夫普京 那个贵子手 那个混蛋 那个诺夫 那个小人 谁怕你 来 都听听 都看看 看看这个诺夫在这干什么 你这个混蛋 除了会杀死这些 爱好和平的老百姓 毁掉人的幸福生活 你还会什么 你这个诺夫 昨天联合国不是让你 撤兵吗 怎么着 你还要以全世界为敌是吗 你就只会让你自己家的孩子 在战场上替你送死的 你还有什么本事 给他们讲谎言 告诉他们来这军训是吧 有油管网友在这个视频下 给王吉贤留言说 看了视频说不出难受的滋味 不求其他的 祝福你和你的家人一切安好 邪恶的人终将被暴影下地狱 有的网友还表示 希望贵子手被审判后 还能看到你的更新视频 每天看了你的视频后 就觉得胸口这儿不那么堵了 听众朋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美国自由亚洲电台专题节目 网络博弈 小安主持 请继续收听 在3月25号的视频中 王吉贤说出了得知一个乌克兰的老奶奶 被炸死之后的感触 并唱歌呼吁和平和普通正常的日子 我也想对那些 到今天依然在为战争叫好的人 对他们说几句话 战争不是电子游戏 把这儿炸了 把那儿炸了 看一场爆炸表演 战争不是一场球赛 我们可以谈笑风生地讨论 谁打得好 谁能赢这场比赛 战争是一个一个鲜活的生命在失去 战争是一条一条的人命 就这么没了 不管是乌克兰人 还是那些被骗到战场上的俄国人 他们都不该死 我昨天看到这样一条留言 我把它置顶了 我也想念给你们 让那些为战争的叫好的人 听一听 什么是战争 时间是昨天晚上 就在我刚刚上传完采访视频之后 留言的内容是这样的 即嫌 我的乌克兰闺蜜 刚才发信息告诉我 她在切尔尼哥夫的邻居 老奶奶 刚被炸死了 一颗导弹 掉进了她的厨房 她在做饭 她家几个月前 刚刚装修完 这场战争 这场战争 就是针对我朋友们的 一场屠杀 你们这么喜欢杀人 想想 你自己有没有父母 有没有奶奶 你希望他们也是下一个吗 战争 战争死人 不是一个数字 那是一个一个鲜活的生命 如果你 稍微有一点点感触 我告诉你 这样的悲剧 每天 在上百次的上演 从战争爆发以来 我们已经数不清死了多少人了 你告诉我 有什么样的理由 什么利益 能够让这些人 一个一个的死去 过来告诉我 对着他的墓碑跟他说 就是因为这些利益 你就该死 这就是你们鼓吹的 特别军事行动 有油管网友 在这个视频下 给王吉贤留言说 吉贤 作为一个海外生活的中国人 我真的感谢你的正义 你的无畏 你代表着 还是有很多中国人 站在正义善良的一边 很多中国人不敢发声 也是害怕国内的亲戚 受牵连 我会给乌克兰人民 重建家园捐款 战争开始之后 俄罗斯和乌克兰 多次举行所谓的和谈 王吉贤在视频中 多次揭露 这种和谈的欺骗性 你不是说 刚想起来 你不是说要停火吗 你不是什么 人道主义走廊吗 一停火就偷袭 一停火就偷袭 你说你欠不欠骂 会干人事吗 人家小流氓 真的都不这么打架 这什么玩意儿 还还拉警报 我刚想起来 我刚琢磨过来 为什么今天空邪 就是因为你说 这叫什么人道主义 要疏散民众 另外 王吉贤在视频中 也多次驳斥一些 中国官方媒体 有关俄罗斯的报道 4月16号的视频中 他反驳央视报道中 有关俄罗斯军队 克制的说法 他在视频中援引 央视的报道说 国际方面来关注乌克兰局势 当地时间13号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 注意到乌克兰军队 对俄罗斯领土上的目标 进行破坏和攻击 如果这种行为持续 俄军将打击 做出这些决策的地点 包括基辅 俄罗斯至今为止 一直保持了克制 而没有这样做 王吉贤查看 百度的天气预报发现 百度天气预报 把乌克兰的领土 顿涅此刻 标志为俄罗斯的顿涅此刻 他这才明白 央视新闻联播中所说的 乌克兰入侵 俄罗斯领土的意思 百度 什么叫俄罗斯顿涅此刻 那地儿叫乌克兰顿涅此刻 你要顺着你俄爹那么说 普京说什么呢 普京说他宣布承认 顿涅此刻人民共和国 人哪句话说 加入俄罗斯联邦了 什么叫再不停止 就攻击乌克兰的决策中心 基辅 将要攻击基辅 那这上个月谁爱那打的 外星人啊 有油官网友给王吉贤留言说 中国多一些像你这样有智慧 有思想的年轻人就好了 非常认同你的观点 还有的网友表示 在强盗的字典里 是没有所谓羞耻的 那些在一旁摇旗呐喊的拉拉队友 永远都把良心掩埋 只有靠自己 乌克兰的战士们加油 急前也要加油 还有的网友表示 本来远离社交媒体 然而战争开始后不久 愤怒极了 因为看着天朝官方的媒体 赤裸裸的拉偏价 选择性播报消息 鼓动某些偏执的人群 对着不同意见者 疯狂扣各种帽子 在美国油官网和推特网上 给王吉贤的留言中 也有一些文字是对他的反对 谩骂甚至是攻击 王吉贤是怎样面对这些压力的呢 来听听他在4月4号视频中所说的话 不管您是哪个党派 大多数正常的党派 我看到他们成立之初 都在告诉人们 你要为了天下苍生而活 人不是为了自己 对吗 随着事情的发展 把枪口指向我的人 会越来越多 没关系 我希望你们记住 有一天 当我不在时 我便无处不在 好的各位听众 今天的网络不易节目里 您听到了在乌克兰生活和工作的北京人王吉贤 在美国油管视频的片段 这些视频从一个生活在乌克兰的居民的角度 看待战争和平 相信您一定听到了很多 在中国官方媒体和中国的社媒上听不到的声音 好的 感谢您收听这次网络不易节目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在社交媒体上转发我们的节目链接 好的 下次节目再会